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米 眼药水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药品 可以帮我们舒缓眼睛疲劳减少不适 对于像我这种需要戴隐形眼镜 还长期对着电脑的人来说 更是必不可少 然而当我们的日常良药落入有心之人手中时 良药却会变成毒药 随时成为杀人工具 我们今天来讲发生在美国的死亡眼药水事件 looked at their room and had her husband came running out and said her husband fell down the steps and she pussy the beat to an Indian ambulance and it's just the black jabs that her husband fell down the steps she's just saying terrible i they might be gone i know you don't want to bother her have you been sick recently she'dray to go 2018年7月21号下午 在南卡罗来纳州威利湖的倒叉路 一个女子疯狂地从家里跑出来 一面狂奔 一面向经过的人招手 一个骑摩托车的路人停了下来 女子告诉她 她的丈夫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求路人帮忙报警 路人马上拿出电话 拨打了911 而就在路人帮忙报警的途中 女子并没有站在旁边 帮忙和警员解释 告诉警方丈夫现在的情况 催促警方赶快派出救护车来救丈夫 反而是跑到路对面的邻居家敲门 告诉邻居自己的丈夫出事了 留下路人自己和警方对话 难道越多人知道丈夫发生了意外 丈夫就会没事吗 随后邻居跟着女子来到了他家 一进门 看到一名男子倒在家门口处的楼梯底部 已经没有了脉搏和呼吸 眼前这名死去的男子 是64岁的史蒂夫·克莱顿 而女子正是史蒂夫的妻子 54岁的拉娜·克莱顿 史蒂夫和妻子拉娜 于2010年在网上相识 约会三年后 在2013年结婚 这是拉娜的第二次婚姻 而史蒂夫的家人表示 史蒂夫是一个非常容易堕入爱河的人 所以这大概是她的第六次 或者是第七次婚姻 比喻次数太多 所以也不太能确定 拉娜出生于奥克拉河马州 是一名护士 史蒂夫出生于佛罗里达州 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获得了会计学士学位后 曾经担任注册会计师 80年代时 史蒂夫开始自己做生意 投入开设了连锁式物理康复诊所 由于事业很成功 也让史蒂夫累积了足够的财富 早早的就在40岁退休 开始享受生活 史蒂夫非常有钱 结婚后 两个人搬进了 威运南卡罗来纳州的湖畔豪华别墅 别墅是史蒂夫全款买下的 根据报道 这座房子是仿造美国第一任总统 乔治华盛顿的故居佛农山庄建造的 房子的造价高达100万美元 当警方赶到史蒂夫和拉娜的别墅时 拉娜哭着告诉警方 史蒂夫这几天因为严重的晕眩症 已经三天卧病在床了 在当天早上11点左右 她还去史蒂夫的房间看过他 并且确认他的床边有足够的药物和水 可以让史蒂夫喝 之后才到屋外修剪草坪 可当他再次回到房子时 却发现史蒂夫已经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倒在楼梯底部 他立马跑出家门向邻居和路人求救 我写真正前的 我写真正正 史蒂夫的侄子尼克弗伦奇也是一名警员 在接到史蒂夫的死讯后 立马赶来安慰伤心的拉娜 拉娜告诉现场的法医人员 在此之前她没有发现史蒂夫有任何奇怪的情况 所以史蒂夫应该是突然心脏病发作 栽下了楼梯 所以才死亡的 法医的初步检测也没有发现史蒂夫有任何异样 所以当下认为史蒂夫为意外死亡 警方问拉娜后事打算怎么安排 拉娜说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 她自己还没有想好 警方当下表示 除非家属觉得死因有可疑 警方才会安排事件 否则一般是通知殡仪馆来接走遗体 侄子尼克觉得应该为史蒂夫进行一下事件 因为史蒂夫的死亡太突然了 她不久前还看到史蒂夫好好的 而且事件也正好可以进一步确认一下史蒂夫的死因 可是听到尼克这么说 拉娜却是极力反对 说直接把史蒂夫送到离家不远的殡仪馆 稍后安排火化就可以了 也许是身为警察的敏锐度 让尼克觉得这件事似乎有些不大对 尼克在房子里走了一圈 她发现屋子里明明有很多部电话 然而奇怪的是 拉娜发现史蒂夫摔下楼梯后 并没有选择拿起任何一部电话报警 反而是跑到屋外四处求救 让路人拨打911电话 难道自己拿起电话拨打 不比跑到外面要快得多吗 另外拉娜是职业护士 对于救护知识和方法都是了若之掌 然而在她发现史蒂夫在下楼梯没有呼吸 到救护人员和警察赶到 期间她竟然没有给史蒂夫进行任何心肺复苏 这也太离奇了 要知道她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职业护士 不可能不知道那段时间 是有可能救回丈夫的黄金时间 除此之外 虽然屋子里什么都正常 但就是唯独史蒂夫的手机不见了 史蒂夫从来都是手机不离手的 没了手机她哪都去不了 那她的手机呢 史蒂夫平时和亲友联系密切 然而他们的妹妹罗希却说 她已经三天没能联系到史蒂夫了 家人从来没有试过和史蒂夫失联 就算是生病 她也一定会回复信息 可是这三天史蒂夫就是音讯全无 尼克来到史蒂夫的卧室 一进门 卧室里难闻的尿位扑面而来 史蒂夫的床被尿完全浸透 如果按照拉娜说的 史蒂夫三天卧床不起 那她就一直躺在自己的尿里吗 而且病得这么严重 为什么不去医院呢 拉娜解释 史蒂夫性格固执 不愿意别人照顾 有时候爬不起来 就会排泄在自己的床上 而且她自己说只要在家休息几天就会好的 所以她都是做好了饭送到史蒂夫的床前 关于史蒂夫的后世 史蒂夫的另一个侄子克里斯建议 先找到史蒂夫的遗嘱 看看史蒂夫自己有什么医愿 对于后世想要怎么安排 一听到要找遗嘱 拉娜表现得非常紧张 她立刻斩钉截铁地说 史蒂夫没有遗嘱 这就奇怪了 克里斯明明见过史蒂夫的遗嘱 而且史蒂夫还曾经要求自己做她的遗嘱执行人 那怎么会没有呢 可是拉娜却一再坚持说 丈夫没有任何遗嘱 之后便走开了 就这样 在拉娜的坚持下 史蒂夫被送到了附近的殡仪馆 在离开拉娜和史蒂夫的家后 尼克偷偷把自己的疑虑告诉了克里斯 克里斯也觉得 这件事似乎有种说不出的怪异 而就在这时 他们却得知 拉娜已经安排好了殡仪馆 在第二天火化史蒂夫的尸体 怎么就这么着急 于是两个人瞒着拉娜 通知警方尽快拿走遗体 对史蒂夫进行事件 事件显示 史蒂夫的心脏和肺部 都没有心脏病发作的迹象 身体中也没有任何滥用药物的症状 但却有极高剂量的四倾坐铃 四倾坐铃是一种血管收缩剂 许多非处方眼药水都含有这种成分 非常少量的直接滴入眼睛 可以消除眼白的红血丝 眼药水包装上都标明 只能外用不能口服 如果按照指示使用是安全的 然而如果被不当的口服 会引发呕吐 腹泻 身体麻木 失去知觉 严重的情况下 更会让心跳减缓 呼吸系统功能逐渐丧失 最后死亡 而可怕的是 四倾坐铃在眼药水中 随处都可以轻易买到 如果仅仅几滴加在饮料中 更是无色无味 让人完全无法察觉 这才是造成史蒂夫死亡的真正原因 那为什么史蒂夫会把眼药水吃到肚子里呢 由于史蒂夫的死因有可疑 所以警员找到拉娜到警局问话 警方告诉拉娜 史蒂夫的体内发现了大量四倾坐铃 可是还没等警员问为什么 拉娜就自己开口说 史蒂夫有时候会自己在咖啡里 滴几滴眼药水作为泄药 来治疗她的便秘 拉娜的反应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关于丈夫的尸检结果 她完全没有一点意外 就像是把答案早就准备好了一样 所以说拉娜早就知道 史蒂夫的体内有四倾坐铃 也知道这种药物来自于眼药水 那身为护士的她 难道就不知道服食四倾坐铃的危害吗 还任由丈夫扶下 又为什么早没有告诉警方 丈夫的死亡可能与此有关 而是一再说丈夫是心脏病发作呢 警方没有相信拉娜 因为史蒂夫体内的四倾坐铃含量 绝对不知几滴那么少 而且如果是史蒂夫自己把眼药水加到咖啡里 那当她身体不适时 她为什么不去医院治疗呢 警方继续深入询问拉娜 也许是感到了警方对她的怀疑 拉娜明显慌了 完全没有了刚开始的淡定 更开始改变口风 说丈夫虽然表现得很绅士 很成功 很有爱心 大家也都很喜欢她 但是在家里时 她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你认识如果我杀了我的夫人 但我没有杀了我的夫人 我估认了所有人 他都觉得他最完美 他有一个精神 和他认识了 他认识了 为了成功的货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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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的货席 我会在家里的货席 还说史蒂夫有严重的情绪障碍 不但骂他砸东西 甚至还会虐待他 也许是因为他想要自杀 所以才把大量的眼药水 加入了咖啡里喝下 这么严重的家暴 但是当警察问及 有没有别人知道史蒂夫这么对他时 娜娜不但从来都没有报过警 都没有任何亲人朋友知道 而且史蒂夫的亲友 也从没有见过史蒂夫暴躁 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之后娜娜说她要回家 警员便派人送她 可是就在回家的途中 娜娜的说辞 却发生了惊人的大转变 娜娜说 在史蒂夫床边的桌子上 放着她的药 水 眼药水和纸巾 由于这几天 史蒂夫卧病在床 她不但要照顾史蒂夫吃喝拉萨 还要忍受她的辱骂 所以她一时生气 就趁史蒂夫睡着 把放在床头的一整瓶眼药水 都挤到了她的水杯里 摄入这么多的四亲坐灵 必定会造成史蒂夫呼吸停止 她不断解释 自己只是想让史蒂夫难受 并没有想要杀死她 除此之外 警方也证实 史蒂夫确实曾经有遗嘱 但不管怎么找 都没有办法找到 然而在警方搜查史蒂夫和娜娜的家后 却发现了后院曾经有烧过东西的痕迹 自己隐约可以看出 是关于史蒂夫的文件 所以遗嘱真的已经被烧掉了吗 为什么呢 史蒂夫的家人说 拉娜曾经极力说服史蒂夫 在2016年 从北卡罗莱纳州搬到了南卡罗莱纳州 检察官凯文·布拉克特表示 根据南卡罗莱纳州的法律 如果史蒂夫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去世 拉娜将会获得她全部的遗产 而北卡罗莱纳州的情况 却并非如此 所以拉娜很可能已经计划谋杀史蒂夫 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也解释了她为什么连找都不肯找 就一直坚持认为丈夫死亡现场没有任何遗嘱 在拉娜承认将眼药水放入史蒂夫的水中后 调查人员正式发出了逮捕令 可是就在这时 拉娜却自杀了 她写了一封遗书 声称对毒害史蒂夫感到非常难过 无法忍受自己的行为 吞下了一堆药物 甚至还打开屋里的煤气企图自杀 好在邻居路过发现了异常 拉娜才被及时送往医院 出院后 拉娜克莱顿因为谋杀丈夫被捕 然而让人惊讶的是 这很可能并不是拉娜第一次谋杀史蒂夫 2016年 拉娜在史蒂夫睡着时 用十字弓射中了她的头部 当时她声称自己正在装载十字弓 可是好像有什么东西卡住了 于是她走进史蒂夫的卧室想要找她帮忙 可就在这时 十字弓却意外的发射 正好击中了史蒂夫的后脑勺 史蒂夫大叫着醒来 整个后脑勺全都是血 但好在没有受重伤 当时史蒂夫并没有怀疑拉娜 可是联系到怂恿史蒂夫搬家 到这次的下毒 史蒂夫被射中真的只是意外这么简单吗 我们要知道使用十字弓是需要技巧和精确瞄准的 但如果真的如拉娜所说她在装载十字弓时就已经被卡住了 那她是如何给十字弓成功上好堂 都在没有瞄准的情况下精准的射中史蒂夫的后脑勺呢 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 相信只有她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然而不出所料 就在毒杀史蒂夫的指控提出后 拉娜再次改变了自己的说辞 她声称是史蒂夫先攻击她的 她才不得不还手用十字弓向她射击 也就是说当初拉娜对史蒂夫的射击其实并不是无心之事 除此之外 拉娜在法庭上指控史蒂夫脾气暴躁 有情绪问题 家暴虐待她 她只是想惩罚一下史蒂夫让她腹泻 所以才一气之下 在史蒂夫的水中挤入了一整瓶的眼药水 拉娜哭着在法庭上向史蒂夫的家人忏悔道歉 说自己是一时冲动才筑成了大错 希望得到法庭的轻判 而根据史蒂夫体内思青作灵的含量 如果像拉娜所说的 她因为一时生气 所以一次投放了一整瓶的眼药水 那么史蒂夫她会在一天之内死亡 而并不是卧床三天 所以推测 拉娜应该是计划好在三天里不断给她服药 造成她晕眩无力 只能卧病在床 思青作灵慢慢在体内逐渐累积 引起器官衰竭 而在案发那天 有可能史蒂夫勉强恢复了一点体力 挣扎着爬起来想要下落求助 但却还是没能活下来 而史蒂夫的手机失踪 很可能是被拉娜丢掉 以防止史蒂夫在这三天里与外界联系求救 另外史蒂夫的亲人和她的前女友都出庭作证 证明她性格开朗 随和 脾气很好 从来就没有暴力行为 所以拉娜的辩护律师只能打弱势 排向法庭求情 说拉娜身世悲惨 小时候曾经遭到性侵和暴力 加上长久以来受到丈夫的虐待 才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最后做出谋杀丈夫这样的举动 但是辩护律师所说的这些经历 依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而且如果一个人长期遭受虐待 那为什么她没有选择离开史蒂夫 也没有提出离婚 而是选择了下毒 还是说她真的如人们所猜测的 其实早有预谋 只未得到遗产 拉娜一次又一次更改自己的说法 更是让人们无法不对她产生怀疑 2020年1月16号 拉娜因故意杀人罪名成立 被判处25年徒刑 那你对拉娜的案件有什么看法呢 你相信她的说法吗 讲完今天的案件 不得不让人背后发凉 同时也告诉我们 世界上最让人防不胜防的 不是来自陌生人的伤害 而是源自曾经最亲近爱人的算计和谋杀 我们可以学会防备外人 然而因为信任 却让我们对最亲近的人放下了戒心 最后如果大家的身体有任何不适 一定切记要尽快看医生 同时用药一定要遵照医嘱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